第八十八集 火 烈火 熊熊烈火 张凡的每一个毛孔 每一寸皮肤 每一处发烧 甚至玄金滚符上的每一抹流光都泛出了金黑色的火焰 将整个大殿都点亮了 这火与红热的邪火不同 府一出现便有无视一切的霸道 带着驱散所有阴霾的光明正大 瞬间将洋溢在周遭的暗火邪气 阴森诡计 彻骨寒气 尽数扫除 火焰之中三足金屋长体展翅 两翼之上火焰转至 缓缓包拢 金屋熔火 张凡的身体在金屋羽翼的包裹之下 漆黑而染金的火焰围笼内 渐渐消融化火 再不复本来的形状 这还是他驻击之后第一次施展这个法相灵绝 威力与炼气骑士相比 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几乎只用了一夕的时间 三足金屋张凡皆消失不见了 大殿之中只有一团黑底金边的烈焰在熊熊燃烧 它的速度是如此之快 当其实 三师道人等四人被封印 曹道忙着加持阵法 并且与他怒目而视 几乎所有人都被牵制 他便做出了下一步的动作 漫天红光收敛 火焰燃烧 骤燃爆裂 玄机目不可见地化作了一道红光一闪即逝 比声音更快 比狂风更猛烈 就这么直直地掠过了云床上方 在那里微微地一顿 火红虚影闪过 云床之上紫衣老者手中空无一物 膝前火红圆球不在 只鱼下了寒梨玄玉佩 孤零零地摆放着 就在他掠过云床上空停顿的那么一刹那功夫 一声爆裂之声乍起 恍若开天巨斧 猛然劈下 撕裂所有一斑 不用回头 张帆也知道发生了什么 从头至尾啊 其实只有两夕的时间 他们竟然已经破开了五行风铃阵 哪里还敢再耽搁呀 火焰燃爆之声响起 隐隐污提回荡 整团火焰再次消失 空中仅仅留下了微不足道的微弱鸿芒闪烁 铜镜 如日轮般高悬的铜镜 在熔火的张帆眼中无限地放大 上面的每一丝裂纹 每一片碎块 都充斥着它的整个视野 仿佛要将整个吞没一般 沟通地火 接连火山 其后岂无通道 火焰虽非实质 但是几万年来 一直被这种不知及别的异宝吸引 沟通不断 燃烧不尽 哪怕后面是火同金晶所至 也能烧融出一条道路来 这也是它唯一的生路啊 日轮铜镜之前 火光脸收 重新绘成了一个燃火的人形 还未稳固 一口精血已经喷了出来 半空化为血雾 又凝聚成金屋之形 与凭空浮现的三足虚立的法相应和着 火光载起两亿大张 此时呢 身后的攻击也接踵而至 没有片刻的耽搁 一声很难辨别是谁的怒吼声响起 随即两个破空之声传来 前者满是尖笑之音 传入耳中 恍若是一个巨大的苍蝇拍 以急速划过天际 声音方才入耳 在张凡的神识当中立刻就勾勒出了 这是一幅骨架在飞奔向前的景象 后者刚刚出现 空中便尽是刺耳呼啸之声 极尖极锐极速 声声刚刚传来 一柄白骨长枪已然电射极深 锋锐无比的枪头 更是堪堪戳到了自己的背心之处啊 白骨长枪之上阴魔鬼气缠绕 黑白相间交杂 更隐隐有鬼哭之声不止 如若被这样的长枪戳中 即便张凡已经是助击修士 也绝无幸免的可能 若在往常他早已躯避闪躲了 偏偏法术正进行到关键时刻 能否逃得性命全靠一击了 又怎能被打断呢 好在虽没有料到他们来得如此之快 但是既然敢作敢为 又岂能没有准备呢 心中动念 腰中墨玉佩 乌光一闪 一个黑色光照浮现 挡在了张凡与白骨长枪的中间 砰的一声 势不可挡的白骨长枪 硬生生的被挡在了光照之外 不仅不能给支持之外的张凡 以任何伤害 甚至还被反振之力弹了回去 比来的时候更快的速度倒射了回去 哎 两声惊一声 同时从张凡的身后响起 正是三师道人和霍老夫人 白骨长枪一击的威力 他们可都是清楚的 此招看似简单朴实 其实乃是三师道人 白骨分身的看家本领 可以说不使用碎丹一击的话 几乎可以算是助击其巅峰 全力一击的最大威能了 这样的一击啊 即便是把对象换成霍老夫人 那霍老夫人也自持不敢应接 虽然伤他不得 但是阻其锋芒 延缓他的行动 是完全做得到的 可是不想 这招在眼前的小辈身上 竟然全无作用 发出这光照的是何宝物 一样的疑问 同时在这两位 甲丹修士的心中浮起 这样强度的光照 自然不是一个助击初期的小辈 所能施展出来的 想来 肯定是借助了什么宝物 方才能如此 这种程度的宝物 已经足可以引起 这两个人的垂涎了 他们若是知道 这黑色的光照 别说是助击巅峰的威能了 哪怕是杰丹宗师随手一击 都能抵挡的话 只怕是吃惊程度 远远不止这样 毕竟是酒精风浪的强者 他们稍稍惊讶之后 马上又恢复了常态 三十道人更是冷笑出声 小辈儿 别以为这样 本作就 那你没办法了 说话的时候 他并没有停止手上的动作 话音未落 白骨分身 便伏地前冲树部 洁白如玉的掌骨上 黑气缠绕 重重的一掌 击到了白骨长枪的枪柄之处 顷刻之间 白骨长枪倒射之势颓指 微微一宁随即化作一道流光 又电射而出 再次撞击到了光照之上 轰的一声响起 光照稍稍波动 旋即平复了 见此情形 三十道人也不失望 不明的晦涩咒语之声响起 与其同时 两条手臂之上黑去浓意 伴随着他咒语声 与灰臂的动作 黑气脱手飞出 投入到了白骨长枪之中 黑气入内 长枪巨震 旋即一声轰鸣 顷刻破碎散开 化作了一道细碎骨片红流 围着黑色光照 不停地上下缠绕摩擦 刺耳倒崖的声音 让人毛骨悚然 默然响起 碎骨红流 如同亿万把小刀子 不停地在光照上 削着砍着 片刻之前还牢不可破的光照 顿时摇摇欲坠 剧烈颤动不止啊 这招若是放在别处 还比不得白骨长江的威力惊人 但是在此时 却是再合适不过的一招了 三师道人 不愧是一生杀戮 无数的强者 瞬间就看破了 这个光照的弱点 强度是够高了 但是毕竟不是本身激发而出 必然有持续时间的限制 维持时间的长短 更是取决于发出光照的异宝当中 所存储的灵力总量 而这样的类似炖刀割肉的法术 正是短时间内 消磨灵力的最佳手段 果不其然 本可以支持三系的时间 按照张凡预计 足可以支撑到 他施展完手头的法术 脱身而出的黑色光照 不过区区两兮不到的功夫 轰然破碎了 此时 碎骨洪流在盘旋 不断消磨光照的过程当中 也是变得愈加的细碎了 看上去眼如沙尘暴的白骨粉末 将张凡整个人包围其中 在光照消失的瞬间 更是骤然紧缩 仿佛要将其深埋其中一般 当其时 张凡的法术 只差最后一步 便要完成了 只差一步 不到一眨眼的功夫 偏偏却连这点时间也无法再支撑了 白骨沙尘暴遮天蔽日 身处其中的张凡 悠悠的一叹 眼中闪过一丝不舍之色 行动间 却无丝毫的游移 最近的一块碎片 堪堪地抵住了自己的鼻尖 剩余的白骨洪流 眼看着也要将自己淹没的时候 情况陡然发生了变化 万载流勋 移行换位 替代之术 语速极快 如清泉流动 却字字清晰 生生拔高 道德最后 如红中大旅的一声响彻 旋即 一轮大日浮现 下有奇花一朵 恍若时间停止了一般 缓缓地绽放开来 将顶上的大日环抱 轰 时间加速 仿佛要将先前停滞的 一概补回去 碎骨洪流轻刻崩塌 将内部的一切撕得粉碎 三十道人的脸上 却不见喜色 因为他清清楚楚地见得 洪流之中 只有一朵残花 凌落变成了泥 前方碎骨洪流之外 火光乍现 张凡又重新现出了身形 与此同时 身前身后两个三足金屋的虚影 漠然破碎 化作了无数光点 投入到他的体内 终于成了 三夕的时间长过万年 金屋融火 张凡以一口精血为代价 将这世法相灵觉 催发到了极致 落日长虹 日轮同镜一声悲鸣 残破的镜面 寸寸碎裂 给我留下 眼看着张凡就要没入其中 一个苍老的声音响了起来 一直旁观的霍老夫人 终于在关键时刻出手了 寸离花形 云龙探招 霍老夫人岂是霍黎能够比得了的 同样的一样的招式 在她的手中使来 威力何止倍增啊 宁碧龙爪呼啸而至 惊形之处 冰封一切 凝固所有 墨入日轮同镜大半的火团旋转 隐隐一个人形献出 屈指成爪 摇摇相对 一声污体 木然响彻 金屋神爪 仿佛破开一切迷雾 现出了真容 无量火光之中 一只金焰遍布的乌爪 缓缓地探了出来 整个天地之间 骤然暗下 静了下来 所有的光亮 所有的声音 仿佛都被半空当中 交击的这两只巨爪 吸附住了 轰隆隆 一声仿佛 惊雷一般的声音响起 两只巨爪 同时崩散了开来 寒气散尽 火光遍布 整个大殿阴阳隔绝 一声闷哼 在火光中响起 随即整团火焰 如界风势 以极快的速度倒飞出去 投入到了 日轮铜镜上的破洞之中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 在这个过程之中 有一道火线 如同游龙一般 窜向了云床之上 砰的一声清响 在此时的大殿之中 是如此的微弱 却又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土石纷飞之际 一块玉佩 在半空中翻滚落下 玉佩翻飞 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 霍老夫人 三师道人 两人的目光如炬 再也不在张凡的身上停留 眼中此时除了玉佩 便是只剩下彼此了 与此同时 最后一道火光闪过 消失在了日轮铜镜的破口之处 这个时候便显示出了张凡与红日的区别了 贪这个字 人皆有之 在于自制力 若是他贪心不足 连韩黎玄玉佩也一起卷走 只怕第一时间呢 就像是红日一样 面对两个人权力的一击 能不死吗 但是道德此时 更不可能利用它吸引众人的注意力逃生了 即便是能逃生 也将面临不死不休的追杀 又是何苦来栽呢 大日贞结 火红圆球 论起真正价值 也许加起来 也比不过那个韩黎玉佩 但是对张凡来说 命更重要啊 足够了 咱们再来分析一下 两个甲丹七的修士 分别强敌在侧 也绝技不可能在自己的身上 使用碎丹的一击 这样的话 他逃生的可能性 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了 若说有什么失算的地方 就是终究小看了 甲丹七修士的强大实力 一丁点时间的差距 就导致浪费了一朵 万载流勋啊 深深地回望了一眼 所有火光尽散 张凡的气息 彻底地在大殿中消失了 同一时间 曹道怨恨和不甘的面容 已被无尽的波涛所掩盖 大河滔滔席卷而出 大殿之外 顿成了水域 水无月 这个一直在藏着的女人 终于在关键的时刻 使出了自己的绝命手段 可惜这个手段 此时只能用来逃生了 借着张凡制造出的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水无月和曹道伴随着无量碧水消失在了远方 三师道人和霍老夫人 此时已经无暇再顾及这几个小辈了 地火通道之中 张凡荣火化红极形 不过瞬息已然离许 身后隐隐波涛滚滚 怒斥爆喝 碎骨碎冰 狂风呼啸 但是随着自己不断的逃顿和远去 耳后的打斗之声 渐渐不闻 杀几元 cken 起来